在汐止基隆河步道沿岸水尾湾一带 不但一年四季都有花可以看 搭配河景风景很好 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上厕所很不方便 所以在救货成情之后 原料先祥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希望在几年的水尾湾抽水站设置景观厕所 让民众更方便 汐止基隆河步道水尾湾这里 本来张乱的空间经过里长之工 这几年的金银绿美化 现在风景好美 春天有樱花 夏天六月则是成了黄禅步道 成了另类休息景点 不过风景美却又有一个缺点 就是想上厕所却很不方便 早晚休闲运动的一个很好的休息场所 所以这边的唯一缺点 除了风景美之外 就是厕所一直没有厕所 所以造成说 整个民众来这边的时候非常不方便 那现在还好 我非常感谢这个廖医员 来为我们这个整个 就是在抽水站这个地方 来想办法争取这个景观厕所 左右按目前的这个范围 也只有左按有自行车道 所以要经过的民众一定是经过这一边 但是因为低度开发 所以附近也没有什么便利商店 或者是可以有厕所的地方 能够去方便一下 所以里长建议说是不是能够在我们水尾湾抽水站这边 设置个景观厕所 那我们第一个阶段先让民众能够进到我们这个抽水站里面 先方便一下 我们会先做个楼梯让民众导引进来 是不是能够在景陵的水尾湾抽水站找地方设置景观厕所 让民众行个方便 在会看的当下 一行人是先到了二楼 目前抽水站人员使用的厕所看看 因为第一阶段先开放这里 让民众使用至于盖景观厕所也要求接续进行 大概今年底或明年初的时候 那这个楼梯就会进场来施坐了 那施坐了之后 我们就会尽快的要求景观厕所也赶快后续的来接力 让民众来这边的时候 不用再担心我们这个上厕所的问题 从自行车道旁掀开缺口再施坐楼梯 让基隆和步道可以衔接进抽水站 而看中的地方就是景陵的这处空间 有足够的地方设置景观厕所 也预计今年底明年初 闲匠是坐楼梯 让民众散步休闲更方便 这层慧林细致采访报道